随唐实话,李世民拿赌酒以性命相逼,还是没有征服猎女如氏? 古代的时候,男人有个三妻四妾,正常的,当然了中国一直实行你夫一妻多妾,这所谓的三妻,其实是一个正妻两个平妻平妻者如夫人以如夫,人说白了就还不是夫人古代的大官,家里的标配,应该是一个正妻外家两个, 平妻几个小妾唐朝有一个昭明的宰相,死君,名叫房玄龄死君老婆,卢氏是昭明的猎女。 旧唐书猎女传有卢氏一篇《猎传》里世民影视形象,按照旧唐书的记载卢氏在房玄龄还没发起的时候,就嫁给了房玄龄。 房玄龄在隋朝的时候,郁郁不得致官职总是升不上去,房玄龄当官没起色,还不算啥,关键是他还得表重病房玄龄,以为自己活不了就留遗憾,让卢氏在他死后改嫁卢氏心烈如火。 为了表达绝不改嫁的决心,居然弄瞎自己的一只眼睛,以自毁容貌的方式向房玄龄表达对爱情的忠贞房玄龄,后来战胜了病魔,不仅仅活到了唐朝还成为了李世民的骨功之臣成语,房某不断,足以体现出房玄龄在李世民心目中的地位。 房玄龄功劳高绝未遭,官位高仁臣之贵,已经到了极点按道理房玄龄这样的地位,应该享受左拥右抱的其人之福,应该有个三妻四妾,在古代男人可以那妾的情,况下成功的男人都会有享受其人之福的想法。 房玄龄也是男人而且是非常非常成功的男人,他也想左拥右抱,但是他的老婆卢氏实在太厉害了,所以他一直不敢那妾。 李世民看着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是左拥右抱其人之福,只有宰相房玄龄没有那妾。 李世民出于好心赐了两个美女,给房玄龄这下子好了房玄龄是奉旨那妾,应该可以名正言顺左拥右抱,其人之福了吧。 只可惜李世民赐给房玄龄两个美女房玄龄还是由于怕老婆卢氏,而不敢领赏谢恩李世民,没办法只好派出长孙皇后去给房玄龄的老婆卢氏做思想工作古代的中国成功男士那妾的标准方式,是男人表面上装着对那妾的事情不关心。 贤良淑德的正妻,出于家族人丁兴旺的考虑,为丈夫取命合适的美女,然后劝丈夫为了香火旺盛的考虑那妾,丈夫假意推辞一番,然后勉为其难答应那妾。 这样的例子非常非常多,比如新唐书《真观正要》,就记载《真观初年》有一个正史,容貌绝书当时莫及,长孙皇后知道后主动访求,让李世民册封正审为冲华。 古代的女性主动劝丈夫那妾那妾叫,夫人贤德,如果阻拦丈夫那妾那就叫,汉渡,长孙皇后找到房玄龄的老婆卢氏给了奖了一大堆啊,贤良淑德,不要,撒泼汉渡,之类的大道理按道理皇后娘娘,亲自出面做思想工作并且已经深经历现身说法。 房玄龄的老婆卢氏应该要给皇后娘娘一个面子答应,让房玄龄那妾吧。 李世民见到动用长孙皇后,好言好语相劝,依然无法让卢氏松口答应让房玄龄那妾,就生气了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李世民决定霸王应上宫直接下诏,让房玄龄奉旨那妾房玄龄,虽然也想抱了两个美人归,但是由于他实在太怕卢,试了所以还是不敢领止谢,而李世民这下子就更加生气了,他带着房玄龄和两个美女。 直接摆架房玄龄府上李世民来到房玄龄府上对卢氏说,房爱卿为大唐劳金劳力,为大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念房爱卿老虎公告,决定赐他两个美女为妾房爱卿,侍奉旨那妾,你要是不答应就是抗旨,抗旨就是死罪何去何从你看着办吧。 卢氏不是下大的他人生的信条,就是老公不能和别人分享。 秀氏是死也不能答应,让老公那妾李世民,见到卢氏居然敢抗旨不尊坚决不让,房玄龄那妾李世民真的是非常生气,他令人倒了一杯酒对卢氏说,如果你坚决不让房玄龄那妾,那就是抗旨抗旨,就是死罪这里有一杯酒。 你要是答应让房爱卿那妾,就让人把毒酒倒了,如果你非要抗旨不让房爱卿那妾,就喝了毒酒去死吧。 卢氏也是性烈如火,他毫不犹豫,就接过毒酒,酒喝下去了卢氏喝了毒酒觉得味道怪怪的,反正就是特别酸爽卢氏喝了毒酒之后没死,原因是李世民拿醋,冒充毒酒吓唬他并没有想真的要卢氏的命。 卢氏喝下李世民的醋之后,李世民发出一句感叹约,卢氏制度我尚未见惯玄龄乎。